歡迎來到賽後的記者會時間 我是主持人林東瑋 然後在賽後的時候 我們要來先訪問到是林二平總教練 教練好 在今天一開始的問題 要先問到古林瑞陽現在的一個狀況如何 他身體頭完三舉是呈現緊繃的狀態 在上去準備的時候 他也表示沒有辦法 那個極樓有點僵硬 所以其實在第二局 對曾宋恩那個打擊 那個打擊裡面就可以嗅到他 有可能會有狀況會發生 那有沒有一些後續的歸回的時間 因為他的一個狀況 目前不太明朗的一個情形 之後還有機會讓他在場上來投球嗎 這個我還要 因為他現在可能去救醫 那救醫完明天來球場的身體狀態 再評估 那也要球隊有拉長戰局 他才有機會 那另外是在擁擊的手的部分 因為他今天擋住了一個非常強勁的滾地球 那他現在因為在下一次打擊的時候 上場就做人員的更換 那擁擊的手的部分有些問題嗎 確實啊 他確實在鋪接之後 他的左手有點痠軟 有點抬不起來 所以在揮棒的過程中 他可能沒辦法再完成 所以做一個代打更動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今天場上有比較多的手臂的狀況 那明天在比賽當中 在賽前在先發的一個部分 會不會做一些人員上的調整 應該是不會啦 那出現一些狀況 我認為也相當好啊 因為在第一站就全部出現 把所有的球隊最糟糕的樣子 全部在第一站就出現 還有時間可以趕快去調整 那今天我們也在第一局 對方給我們一個失誤 我們才有辦法得分嘛 所以雙方都有出現的時候 只是我們出現的瑕疵 比兄弟來得多 所以整體來看 不管手臂 投手 都是不是很好 但也很開心是在第一站就全部出現 那也希望我們 在往後的球賽裡面 可以快速的去調整 OK 謝謝林岳萍總教練 謝謝 好 那在賽後的 這個記者會的部分呢 我們要來訪問到 中信兄弟這邊 那總教練 這邊呢 平野教練 想先問一下 一開始德寶拉的一個狀況 然後失掉了三分 那後續呢 做了一定的一個調整 當中做了哪些的調整 對方的一些情形 有一點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她說選手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有點緊張 那其實就是到後面 大家後半段的部分 大家開始有把那個積極性給打出來 那其實他一直都相信 就是只要有一段時間 選手在場上一段時間 選手都可以就是一定是可以發揮出 就是很好的實力 那只是像今天這個 從緊張到調整好的時間 比他預測的還要再短一點 就是比較好的部分 那第二個問題是 在大巨蛋例行賽的守轟 也是曾宋恩 今天守轟也是曾宋恩 在這個總冠軍賽的部分 教練怎麼看 曾宋恩這一位選手 在大巨蛋的表現 在這張小三小二中心的甚至 是五三大巨蛋的表現 石川大巨蛋的表現 在大巨蛋中心 da 兩下堂 三大巨蛋的表現 是五三小三小二中心的専門 雖然非常方便 從大巨蛋的表現 那關於宋恩,他其實一直都是非常期待,就是他可以未來成為球隊的主軸,就是主力的打者 那他今天也可以有這麼好的表現,那他也真的是就是非常的開心 那感謝評野教練接受我們訪問,接下來我們要來訪問到的是寶拉 那德寶拉在今天第一局是有亂流的情況 那下來之後教練團給予的一個指示是什麼 Pinisho,是需要完全的指示嗎? 你不管是神聰明與話的指示嗎? 你問過怎麼會? が自動的指示在對手球說他們的指示嗎? 你懂得有些人的指示嗎? 現在不在等於的場地球 vet不好 你必須在從 outras手的指示 那我問過Pishinkov的意思是 他在用了一個比賽的手運動 我真的想說他有機會 我甚至於比賽跟我們比賽的手運動 他说就是其实比赛就是这样 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那他当时就是自己想着 就是要去面对他的状况 然后做出调整 所以后面下来的时候 投手教练就有跟他说 就是他机制上面有一点点 需要做一点小小调整 然后他调整之后 就是自己有慢慢调整回来 找到节奏 那过去参与到总冠军的一个赛事 在首战 德宝拉都能够得胜 在第一战的一个比赛当中 胜率是百分之百 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个人内容 我看得到很不错 你知不知道我们来专门工作 整个年代 他说就是对每一场第一场比赛 都拿下胜率这件事 他觉得就是很开心 然后还有就是我一整年的努力 就是为了最后这几场比赛 那他也觉得每一队 每个其他的球队 一整年来努力都是为了 最后面这个总冠军赛 所以他很感谢上帝 就是最后都有 可能是运气 或者是可能是他的努力 有成果 拿下这样子的结果 OK 非常感谢平野总教练跟德宝拉 接受我们赛后访问 也感谢两位的翻译 谢谢 好那在接下来 我们要请中庆兄弟的Page and Sisters 来公布明天两队的先发投手 那我们稍微等待一下下 等待我们Page and Sisters进场 好那我们请到Page and Sisters 边和律来为我们翻开 这个两队在明天 Game2的先发投手 那我们请边和律有请 在统一师队这边呢 派出的是圣骑士 而中庆兄弟则是派出了蒙登 要在明天来进行先发 这是在明天两队的先发投手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看 最后在后续的一个记者会的部分